大家好 我是团长蔡明灵 还是请您要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如果是事后收听团长的Podcast的话 还是记得要给团长五星推爆 请先开启字幕功能 今天是8月31号 各位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团长应该是刚播完下半季的 第一场的龙象大战 然而这场比赛 也是团长在未来体育台 所转播的最后一场 中华职棒的比赛 不过团长要先声明一下 前一阵子威力财的得主 不是我 前几天大乐透的幸运儿 嘿嘿 也不是我 团长单纯就只是在未来 工作满25年要退休了 讲到偏财运 团长是真的完全没有 平均买两张彩券的话 顶多就是中一个号码 那在未来20多年 每年的这个尾牙抽奖 我应该只上台过两次 其中有一次还是乌龙一场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最近公司同仁看到我 都不禁红的眼眶 原来是担心我退休之后 他们尾牙的中奖率会下降 竟然舍不得团长的原因是这个 好啦 言归正传 那比较早知道团长要退休的人 包括我的长官 同仁跟朋友 以及我的师父梁公斌先生 那大部分都普遍以为团长 应该会拨到老可可为止 好歹也会拨到65岁 那其实团长本来就计划 在未来待满25年就退休 甚至于在这一个多变的时代里面 能够在一个民营公司待到退休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 而且很值得感恩的事情 去年呢 疫情爆发以来 更感觉到人世间的无常 也更坚定了团长原本退休的一个计划 另外呢 这将近30年的转播生涯 团长总是把工作 摆在最优先的顺位 或许在职场 有一些小小的成就 但人生有得必有失 团长也长时间都忽略了很多的事情 特别是我的家庭 我的老家 那近几年呢 我高龄92岁的老妈 身体也急转直下 她曾经紧急住院过两次之后 又挺了过来 就在出院后的某一天 我回老家 我突然问她 我说妈 你这两度病危 有没有曾经脑海里出现一些 不太好的念头 当然我只能讲的比较含蓄一点 诶 但我妈听得懂 我妈看着我 毫不犹豫地说 没有 她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 我忍不住问她 追问她 为什么这么肯定 这么笃定 我老妈说 因为她舍不得离开我们 这些小孩 她不甘心 就这样离开 当下 当然我自然是 情绪溃体 崩溃大哭 但也很感谢我老妈的坚强 真是超级坚强 为母则抢 所以我现在终于可以跟我老妈说 妈 你的小儿子 终于要回家了 就在这个礼拜一 8月30号 我想球迷都知道 万人迷王光辉 突然病逝的一个消息 回想起刚入行转播的 第一场正式的比赛 那一天是1993年的3月9号 也就是职棒四年的开幕战 本来我只负责 转播比赛前的开幕典礼 没有想到过程当中 我师父梁宫斌突然跑过来 他本来才是开幕战 真正的球赛主播 但那天他实在太忙了 他就叫我继续播下去 于是团长 转播的初登场 就这么展开了 不过实在是太过于紧张了 多年后我隐隐约约 只记得开幕典礼 联盟好像有找国军的乐仪队 来表演 现在当然我知道 像这样的表演活动 只要看表演就好 根本不用硬要讲什么 熊揪揪气昂昂 在那边配旁白 但是呢 当年就是大菜鸟 遇到大场面 完全是语无伦次的 混过的开幕典礼 接下来居然还要播开幕战 那开幕战是传统的龙象大战 这也是我最近才查到 是龙象大战 什么开幕大战 当天王光辉还打了一个 再见安打 甚至于那场比赛的球评 是袁定文博士 我在万分紧张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记忆 几乎都留在当晚的 台北市立棒球场 说来很巧合 我从龙象大战的转播开始 今天晚上 也从龙象大战的转播 告一个段落 这将近30年的转播生涯 团长真的遇到了 许多的贵人 许多的恩人 许多的好伙伴 好朋友 那接下来也会利用 频道的影片 或者是利用FB 向他们表达我由衷的感谢 当然团长不会太死板 像一些得奖者 好像直接拿手机起来 念一大川这个感谢名单 来致谢 比如说就直接讲 谢谢蔡会长 谢谢杨老师 谢谢宗教练 谢谢未来的长官 这样讲 我想我如果录教的影片 肯定是没有人想看 那团长会尽量回想一下 分享一些小故事 而且是尽量有趣的小故事 让大家知道 这些团长一路上的贵人 跟团长之间的点点滴滴 那也希望到时候大家会喜欢 那团长在今年最近才刚满52岁 那团长的命令老师跟团长讲 你至少要工作到62岁 那我也打算这么做了 所以团长今天只是从未来退休 接下来只是换一种工作跟生活的方式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YouTube团长的频道 蔡明里团长 只要你们愿意继续听团长543 团长就会继续的经营下去 会尽量认真一点 那团长是一个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幸运的人 首先能够做自己梦想的工作直到退休 然后能够自己选择一个时间走下舞台 人生能够有选择 能够决定自己的进退 这已经不是幸运而是Hockey 是福气 谢谢这么多年关照过团长的人 也谢谢球迷朋友多年来的支持 还有乡民网友的边策 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不要忘记健康开心平安最重要 我是团长蔡明里 我们珍重再会 感谢观看